當天二零一四年的某一天 其實他見過兩次 然後呢 當天不是只有侯友宜跟羅友智 兩個人在場 事後還有人在問他 表示還有其他人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這件事情知道的當事人 絕對不只兩個 這是兩個以上 所以羅友智今天很篤定 他說我相信他應該不太會否認這件事 也沒必要承認 這不是我要達到的目的 歡迎提告 如果可以用一場訴訟 換來侯友宜走向總統大選正軌 我甘之如矣 所以 都好 如果友智大家都知道 他是比較政治意識形態比較偏藍的 對不對 過去一直在上中天 對對對 這大家很清楚 那其實我們也都認識 那他今天做這個事目的是什麼 他有什麼目的嗎 我不大有把握 但是因為禮拜天 禮拜天友智丟出來 今天一定是燒一整天 對 明天是郭才銘的記者會 繼續燒 然後你看那個中午那一段直播就告訴你 預告你 他話還沒有講完 那也就是說 還有續集 所以這個事情到底對侯友宜會有多大殺傷力 我會把它分成這樣講 如果我們把選票選民分成藍綠 然後再過來是非藍非綠的中間選民的話 對藍軍的人來講也許可以接受後遺做這個事情 綠的因為本來就不容易偷給後遺 可是中間的這一群人我可以投誰投誰的人他會怎麼去看 就是說有一個總統候選人被人家講說你敲事情敲 敲選舉敲敲 你會讓人家亂想 對 比如說前一陣子那個洪孟凱跟陳偉傑 還有劉德商跟羅明財 因為偉傑是他的子弟 偉傑是侯友宜的子弟兵 我那時候在笑就是說 陳偉傑跳出來忽然間要選這件事情 一直選這個選假 他做一個求侯友宜 好 可是羅友智跟偉傑這一段我是很意外 為什麼意外 因為羅友智以前講過五百萬的事情 但我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是答案居然跟偉傑有關 他以前沒講那麼白 所以你以前有聽過 他只講以前選舉有人就是願意出五百萬 有人願意花五百萬 沒有 不只一千多萬 因為後面還有兩百 還有兩個五百 叫他不要選 講一個小故事跟這個事情 沒有直接 但是有一個 到2018年的時候的羅友智 至少跟偉傑是還不錯的 怎麼說 2018年的偉傑是已經要選新北市市長 因為朱立委員要交棒 那一年的年初在板橋的文化路 文化路有一家非常有名的外省館子 非常有名 不嫌疑 有一些羅友智打電話給我 說偉傑要找我 他要找你 那是我跟侯友宜最後一次吃飯 什麼事 就是我以為他是要選選舉的事情 我就去了 在場我們有五個人 我一個嘛 侯友宜是主人嘛 對 他帶了那個時候的新北市警察去局長 胡牧原嘛 嗯哼 羅友智是打電話約我的嘛 所以他一定在嘛 還有一個是後來 中天的主持人王又正 先講那個時候還沒有寒流 二零一八年年初還沒有 寒流是七月以後 六七七月以後的事情 那就吃飯啊 因為侯友宜有認識嘛 我說我有認識 但是你說我很熟 我覺得沒辦法跟侯友智那樣比 羅友智 你記住好 二零一八的時候的羅友智 是可以幫侯友宜約人 那表示交情蠻好的 那侯友宜見到你的時候 怎麼稱呼你 陳先生 東華兄 他的口頭禪 就是我們 我算 我不是警政記者 但我們是廣義的社會記者 兄弟啊 所以跟羅 所以羅友智講的兄弟 這個是沒有錯 沒有錯 只要是只要是跑過侯友宜新聞的人 都是大家都知道 侯友宜 會有一個跟他熟的記者 我見過幾次 因為他記憶性非常好 他會有一個口頭禪 兄弟啊 他有的時候用台語 有的時候用國語 那我跟他有點熟 又不是太熟 羅友智才真的熟 所以是羅友智打電話 跟我講說老侯友要找我 所以證明二零一八 羅友智跟侯友宜 其實還沒有鬧翻 沒有鬧翻 沒有鬧翻 好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 羅友智這一次 禮拜天要丟這個東西出來 如果有一天 你發現賴清德 要喬一個立委選舉 初選 然後跑出一個 五百萬 你會怎麼想 我想這樣講會比較公平 對 就是如果侯友宜 真的變成國民黨總統候選人 然後他會有一個五百萬連結在那裡 然後對羅友智你也不處理 你只是喝喝 那個是什麼 那個是什麼 就是說 每一個選舉裡面當然有很多事情要協調 可是 可是你丟出來一個 你過去戲子給你五百萬 這個 你 這個對中間選民來講 你會覺得這個算什麼 然後這個人要選總統 所以黃友宜這件事情 你如果不能 你要用更強的力度 證明自己 你不能喝喝兩個字 好像喬不啟 羅友智 就就就過去了 因為你這樣子沒有解答 我想這個要求不算太高 因為你要你要你要當中央民國總統 你要協調 跟你變成用這個跑不掉 就是政治上錢很重要 可是你如果這個用錢處理的事情 被人家攤到檯面上 攤在陽光下的時候 那會很討厭的事情 好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休息一下 當時操盤的國民黨新北市黨部的主委 現在是花蓮市黨部主委 叫做張憶華 他說 當時負責選擇操盤不是侯友宜 完全沒有接觸市黨部選戰操盤 相關事務及會議 推翻羅友智的指控 他是用這個 用這個來推翻 對不對 好 那新北市兩位國民黨籍的議員 分別就是江宜貞跟吕家凱 他們說 賭上自己的政治生命 幫侯友宜背書 如果卻有此事 就要辭去議員的職務 這個讀很大 如果侯友宜當時跟他講 因為羅友智說 他的票據說 直接影響到某位高層 屬意人選 會讓整個布局大亂 這是侯友宜講的話 造成閃節鬆脫 有沒有可能侯友宜 其實是幫別人來喬 那因為他跟羅友智 可能有比較有私交 因為友智以前跑司法的 跑社會新聞 可能比較有私交 然後請他出面來喬 那至於說侯友宜講說 這盤算我的 我在盤 有可能是碰風 兄弟開口 兄弟開口 所以東豪 你覺得這樣推測合理嗎 那當時的高層 侯友宜的高層是誰啊 朱立倫 當時市長是朱立倫嘛 對不對 那個時候 我們回到2014喔 因為蘇惠寧可能不了解一件事情喔 侯友宜在2014年之前 雖然是五黨籍 那時候五黨籍還沒加入國民黨 2017才加入嘛 可是那一年的2014年的農曆年前 其實是2013年的11月12月的時候 朱立倫身邊最重要的 有其中一個現在在當你們的顧問 陳國軍 為什麼講這一段呢 因為那個時候本來2013年底的時候的安排啊 是朱立倫為了要選總統不選 免任新北市市長 然後呢 那時候不只是我們媒體 還有其他的媒體 我們都接到一個新北市希望我們訪問侯友宜 侯友宜 那個訪問講白話文 是要接棒 就要接棒 那那個是很早就開始準備了 大概在2014年的農曆年前兩個月就開始 我們就去問嘛 去問了答案什麼 朱立倫要選 先選連任 先連任新北市市長 所以侯友宜的那個陸黨 其實對朱立倫跟那個時候的 那個時候黨主席還是蠻久嘛 不難啊 沒有那麼難 沒有你想像中那麼難 那個那個技術現在很容易解決 他也因為 因為侯友宜是準備要接棒的 那個時候不是只有我們一個媒體被被安排 好幾個媒體都都接到那個通知 然後所以他對選區來講一定有會有一定的經營跟了解 好那現在只是說好當年的土塑三英到底是怕羅爾智影響誰啦 因為現任的議員都有怕 只有只有那一年當選的人第一次當選的人會受到影響比較大 羅爾智的影響其實是空氣票 你去看一下2014年土塑三英國民黨誰是第一屆當選 大概就不難猜得出來 那當年那個盤是這樣子 因為前後是有變化的 照道理是14年是侯友宜上 然後朱立倫是子宮總統 可是因為在選前沒有想到說 國民黨會輸那麼慘 當年內盤局在新北市政府的操盤 朱立倫是很低調的 我記得是剛才是不設總部的 只有辦公室 因為覺得尤錫關好打嘛 所以他就是要把議員極大化 所以那個盤是這樣子在玩 那是第一個搭檬的 blessindi 就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